嗨 各位好 我是叶绿绿 本期带来金融犯罪题材电影《华尔街之狼》 长达三小时的电影充满了吸毒 嗑药 群体烂焦等场景 基本属于在喊 和啪啪啪之间差那么一点剧情 因此 电影差点被MPA评为最受限制的NC17集 关于这个分级制度 一会我们展开说说 除了分级麻烦 电影口碑也是毁于参半 原因是全片共出现506次 成为由 有史以来粗口最多的剧情片 吸粉嗑药更是稀松品尝 估计小李吸的假粉就得有二斤 今天这期影片 我们就来聊聊 著名导演马丁斯克赛斯这部巅方之作 电影开篇 大富豪乔丹贝尔福特自述 说他是华尔街一间股票投资公司的老板 有一支专业的投资团队 紧接着逐渐离谱 没错 他要开始炫富了 名车俊马 度假豪宅 应有尽有 豪华游艇 私人飞机不可或缺 还娶了个模特做太太 俩人常在吉池的法拉利上 嗯 无事违法抓拍 除了富贵荣华之外 乔丹还有纸碎金迷的一面 赌博成瘾 嗜酒成性 酷爱嗑药 夜夜买春等等等等 那么问题来了 如此穷奢极欲 别说是人 就是牛马也受不了啊 别急 他有的是办法 每天10到15片安眠酮缓解疼痛 服用阿德拉尔刺激中枢神经 吸食大麻 马飞和可卡因来放松焦虑 但这世上还有一种药 最让他爱不释手 如果客的足够多 便能征服整个世界 这种药 名叫金钱 好了 钱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 好了 钱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 那么乔丹究竟怎么挣到钱的呢 我们正式进入一段发财故事 他出生在一个普通中产家庭 父母都是会计师 直到22岁这年 他进入华尔街一家证券交易公司 才正式踏上发家致富的康庄大道 啊不 只是当上了华物员 一天打500通电话那种电销华物员 第一天到华尔街工作 乔丹便遇到伯乐 高级经理人马克·汉娜 两人一起吃午餐时 马克向乔丹传授毕生所学 华尔街第一要义 股票涨跌并无所谓 经纪人要做的就是赚取佣金 而赚取更多佣金的方式 就是不断给客户画饼 让他们对买进买出的过程上瘾 让他们的钱一直在股市跑下去 马克显然看到了股票中介的本质 那便是零和博弈 客户买卖的钱只是数字 中介费才是实打实的钞票 华尔街第二要义 经纪人面对高额交易和小数点难免抓狂 所以要想尽办法解压 每天至少打两发飞机 保持气血通畅 防止猝死 除了打飞机之外 解压方式还有很多 比如可卡因什么的 能让人时刻亢奋 马克对乔丹的影响非常深 乔丹之后的所作所为 基本都在模仿这位前辈 比如让服务员上酒 每隔五分钟一杯 直到两人倒下一个 时间来到1987年10月19日 世界股价大崩盘 崩盘程度堪比1929年的大萧条 因此得名黑色星期一 成立于1899年的罗斯柴尔德投资银行 在这次金融海啸中应声倒闭 乔丹失业之后 在妻子的建议下 来到长岛一家投资公司应聘 这家公司看上去破旧落后 化物员慵懒懈怠 让乔丹颇为失望 直到对方提说经纪人佣金高达50% 乔丹这才来了兴致 毕竟他以前服务的蓝筹股 佣金只有区区1% 这里提到粉单股票 在业界被称为仙股 也被称为文型股或低价股 通常是股票价格低于 1美元的小公司股票 其背后很可能是在 自家车库研究雷达技术的创业者 仙股因为投资金额低的关系 大客户一般不放在眼里 只能卖给那些风险意识低的 普通民众 这种股票骗局 对投资公司来说非常赚钱 他们只需广撒网多脸鱼 尽可能多的卖出去就好 对于打开任督二卖的乔丹来说 卖仙股不说小菜一碟吧 那也是手到擒来 他很快便展示出才能 一桌 一椅 一扇 一扶齿 重兵团坐 弹文扶齿一下 落座济然 无感滑者 他向客户要了一分钟时间 把那家开在车库的雷达作坊 吹成了中西部最大最牛的高科技公司 最终 成功引得客户投资4000美元 他自己净落2000块 乔丹致富后 很快收获追随者胖子唐尼 唐尼看到乔丹的豪车 主动上前要求看看他的工资单 看见货真价实的一周七万刀 他果断打电话辞职 决心跟着乔丹混 鱼找鱼 虾找虾 乌龟找王吧 乔丹堂你俩人一拍即合 辞去工作 准备单挑 他们租下一间废弃修理厂 找来一批主要卖大麻的业务员 仙谷生意就此开张 这群二货 读书不多 脑子简单 能听懂的典故也只有五月花号 这对擅长洗脑画饼的乔丹来说 简直是瞌睡送枕头 巧了 吃饭之际 乔丹拿出一杆钢笔 要求在座把它卖给自己 吉尔南布拉德接过钢笔 让乔丹把名字写在餐巾纸上 乔丹说他没有笔 布拉德成功卖出 推敲钢笔这个桥段 首尾各出现一次 算是打开本片的钥匙 画个重点记住他 公司成立后 乔丹意识到仙谷只是小生意 要想赚大钱 必须盯住美国那1%的富豪 于是他打造出全新的公司 斯特拉顿奥克蒙特 写出全新的话术剧本 用以培训二货团队 具体策略如下 先推销热门蓝筹股 培养客户投资习惯 比如迪士尼IBM 这类大家都熟知的大公司 等客户建立足够信任 放松警惕 他们再开始卖垃圾股 从而赚取高额佣金 影片这一段 混减电话推销过程 每个人都是高级副总裁 听上去名头很大 实际和理发馆一样 不过是营造支撑通胀的假象 引诱客户上钩罢了 很快 他们搬进更大的鞋子楼 拥有更宽松的工作环境 获得财富后的癫狂 也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月末结算大会上 乔丹时而温情默默 时而疯狂鼓动 上演一出又一出传销式演讲 他们给一位女员工替秃瓢 并用1万美金作为奖励 另一边乐队女郎应声入场 一场声色拳马 花天酒地 啊不 一场荒淫无度的盛大派对 正式开场 人怕出名猪怕状 福布斯杂志和FBI 同时盯上了华尔街新秀 乔丹贝尔福特 福布斯对乔丹的专访报道 将他称作华尔街之狼 自传和电影也因此得名 虽然这篇报道并不正面 甚至有指控诈骗的意味 但大众只懂得成王败寇 华尔街之狼在他们眼中 自此成了传奇 应聘者踩断门槛 办公室一换再换 赚到钱的员工越来越疯狂 吸粉 嗑药 自毒 这些私人行为 在办公区司空见惯 公司甚至要通过标语 禁止大家在公众场合做爱 与此同时 乔丹也在挥霍无度的生活中 做了三件真正改变人生的事情 第一桩 服用安眠酮 不断提高循环抑制 这种药有缓解焦虑 帮助睡眠的作用 但吃下去坚持15分钟不睡 就会体会到无限欢乐 第二桩引起新欢 也就是开头说的那位模特 真应了那句龙找龙 凤找凤 好汉找英雄 乔丹成为富豪之后 过往的抗力之情 只能暂时搁置了 第三桩 操纵小公司上市套现 他们帮一个女鞋品牌IPO 简单理解就是制定发行价 公开募股上市 但其实在私下里 他们占有该品牌高达60%的股权 每股四块五开市 煞时间涨到18块 短短几个小时 他们净赚2000多万 正所谓数大招风 这次大张旗鼓的操纵股市 很快便惊动了联邦调查局 FBI探员帕特里克顺头摸瓜 查到一份乔丹婚礼的录像 用来分析操纵股市的幕后细节 之后两人在豪华游艇上见面 乔丹夸夸其谈 言谈间试图贿赂特里克 没想到的是 帕特公他刚正不阿 宁肯每天挤地铁 也不和嫌疑人同流合污 真是出于泥而不染 着清廉而不腰 此举让乔丹非常不爽 临走直接破口大骂 撒钱羞辱 就差说人家是穷鬼了 面对FBI穷追不舍 乔丹只有一条出路 把违法收入运到瑞士 存在美国政府无法监管的账户 可是问题又来了 如果是金融犯罪 瑞士的银行也得配合调查 好在还有一招 把钱存在亲属账户里 乔丹找到仅有一面之缘的 太太的姨妈 俩人差点来了个 老少佩的乱伦黄昏恋 简直不能太吓人 还好姨妈及时制止 并答应存钱计划 经过一轮名场面 影片顺利进入最后一幕 乔丹和帕特公 正式上演猫鼠游戏 第一回合 运钞被捕 搬运钞票的重任 落在开头的鸡肉男身上 可惜好景不长 一次交接现金的过程中 二货唐尼嗑药过度 非要当街跟鸡肉男打嘴炮 这一幕正好被警察看到 以为是拦路打劫 随即逮捕了鸡肉男 当晚乔丹和唐尼准备嗑药循欢 俩人吃下好几颗 一直没作用 直到律师打来电话 过期药才显现效果 原来乔丹早已被监听 他要尽快阻止唐尼大嘴巴泄密 这段脑麻痹下楼梯的戏码 又好笑又揪心 小李在演神经病这个方面 可以说从不失手 这次危机的结果并不严重 操纵股价 高压销售 都是小罪过 付上几百万罚款便可了事 但证监会有个条件 乔丹得辞去公司职务 从此不再踏足交易市场 相当于法外开恩 提前隐退 俗话说 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大慈悲不度自觉的人 乔丹把金钱视作信仰 又把美国梦看作金钱 哪怕为了止醉金迷的生活 他也不可能悬崖勒马 就在辞职演讲大会上 乔丹先讲一段抒情故事 紧接着高呼道 让美国再次 紧接着高呼道 我不走了 除非他们派国民警卫队 来把这儿拆掉 第二回合 乔丹撕毁证监会协议 帕特里克继续狩 一边接受询问 一边收船票 乔丹和同伙 又在高压制下快活了两年 百密一书的是 这一回合接连出现两个危机 而且都是自己人 第一位是女协品牌CEO 押听闻乔丹被调查 趁火打劫抛售股票 第二位是瑞士那家银行的经理人 涉嫌帮毒贩洗钱 在美国本土被捕 其中也包括乔丹的证券欺诈罪 两个回合下来 乔丹面临的结局 只剩认罪扶法和身陷淋雨 除非他愿意带上窃听器 出卖公司一众同伙 事实上 面对证据确凿的指控 他并无其他选择 这里有个小插曲 乔丹本想保全唐尼 给他写了小字条 谁承想唐尼整了出落井下石 反将乔丹出卖 乔丹进入监狱服刑 太太提出离婚 并拿走抚养权 帕特里克探员继续乘坐地铁 两年后乔丹获释 成为一名励志演说家 他依然无比自信 拿出钢笔让学员推销 影片就此结束 地铁里 人们对乔丹是否被捕 毫无兴趣 讲台下 人们却对他投影崇拜目光 正如乔丹自己所说 我们生活在消费的世界里 唯一能做的就是学会怎么卖 出去 主人公乔丹·贝尔福特 在90年代是华尔街证券经纪人 他因证券诈骗和操纵股价等罪名 获行两年 自撸吞惊鱼的怪异男唐尼 也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他的确出卖了大家 同时也被乔丹出卖 因此坐了四年牢 出狱后 他做过卡车司机 之后娶了非常有钱的妻子 乔丹摇身一变 成为演说家和畅销书作者 唐尼娶了不用努力的阔太太 可是别忘了 他们曾经可是叱咤风云的华尔街恶狼 二人看似反目 但事后依旧维持着土豪般的生活品质 这么看下来 服刑代价并不算高 乔丹·贝尔福特至今仍存在诈骗嫌疑 原因是他早期和美联储签有协议 将所得收入50% 归还给当年受骗的投资者 可是直到2013年 美联储还在怀疑 还给受骗者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除了乔丹和唐尼 影片中还有许多人物 也是现实存在的 开头的变态经纪人马克·汉娜 教乔丹如何自如媳妇 同时也传授如何让客户上演 被剃头的女职员 确实拿到了1万美元 并用这笔钱挤身低奶俱乐部 唐尼首次介绍自己 娶了自己的表亲 并育有三个孩子 这事虽然奇葩 但都是真的 还有那个卖鞋的史蒂夫 他和唐尼是同窗好友 可他高位套现的举动 害得股票大跌 还因此被收监一年 影片最后那段演讲 主持人一通褒贬 请出小李 那个主持人 正是乔丹·贝尔福特本人 据说小李吸粉时的传神表演 就是这哥们手把手交的 说回乔丹·贝尔福特 在过去的时代 乔丹把垃圾股卖给投资者 服刑结束后 他走上演讲之路 向人们推销成功的秘诀 在此期间 还将自己的故事写成书 拍成电影 在商业社会中 他始终能够完美掌控市场 推销的不仅仅是某个产品 而是人们对于金钱的渴望 以及内心的虚荣 就像首尾呼应的钢笔一样 如何把它推销出去 供需关系是核心问题 乔丹便是定义供需关系的高手 用贫穷疾苦鞭策员工 用巧舌如簧榨干客户 用纸醉金迷捆绑合伙人 用挖苦引诱联邦特工 这些都是他的本事 华尔街之狼 名副其实 无论戏里戏外 乔丹都是糜烂堕落的形象 但这并不妨碍他触及 个人和社会的真相 这里列举几条来自他的鸡汤 至于读不读 请各位自行品鉴 当我走进牙医医院的第一天 院长对我们说 牙医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如果你是为了赚很多钱 才来到这里 那么你可能来错地方了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干 他说我来错地方了 所以我第一天就退学了 如果你觉得金钱不重要 那你很快就会破产 好比你觉得老婆不重要 那么婚姻很快就会完蛋 金钱可以为你带来法拉利 但真正让你快乐的 并不是法拉利 而是满足感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富人和穷人 有什么区别 那就是 富人面对恐惧依然行动 而穷人面对恐惧 会选择逃避 做事情重要的是努力取得进展 而不是让事情完美 电影《华尔街之狼》 改编自乔丹·贝尔福特的自传 从影片气质来看 要说会音会道 完全不过分 上映之前 差点就被MPA评为最受限制的NC17集 幸好最终评为了R集 否则派拉蒙可要赔大发了 美国电影分级制度始于1968年 是民间组织美国电影协会制定的自愿分级制度 一来避免政府官员审查和管束 二来帮助家长做出合理的观影选择 自1990年代晚期 美国电影协会的分级如下 G集 大众集 所有年龄皆可观赏 PG集 建议家长指导 一些内容可能不适合儿童观看 PG13集 家长特别留意 一些内容可能不适合13岁以下儿童观看 R集 限制集 未满17岁人士 必须由家长或成年监护人陪同 此类影片中常有大量血腥暴力 惊悚恐怖 裸露性爱或吸毒场景 且有大量性暗示及不雅用语 冒犯性言论等 NC17集 只准成人观看 17岁或以下人士不得观赏 此类影片中常有明确的性爱场面 大量吸毒或暴力镜头以及脏话等 因此仅适合成人观赏 在NC17和R集之间走钢丝 充分说明华尔街之狼力量十足 而《有力量》是电影首要衡量标准 不仅要负责故事颜值有误 还得勾起观众心中的小恶魔 不得不说 它的确是一部危险的电影 对于理性客观的影迷来说 能从乔丹身上看到病态人生 和充满欲望的人性反思 但对于涉事未深的普通观众 则有可能掉进价值扭曲的金钱世界 以至于把它理解为励志大片 尤其在物欲横流的中国社会 绝大部分人被消费主义捆绑思绪 看到这样一部充满精神鸦片的电影 很难说去体会人性坠落 还是去总结发财鸡汤 电影上映之初 被人诟病没有关注受害者 没有对主人公进行道德批判 甚至有美化乔丹·贝尔福特的嫌疑 如果回到电影本身会发现 小李对乔丹的癫狂把握非常精准 电话销售比是一切 给员工洗脑满腔积血 可要过量活像个神经病 说句不好听的 简直就是西门庆好莱坞分庆 除此之外 打破第四面墙的镜头运用 以及多次触摸外围女胸部 都让人感叹故事足够真实 由此可见 无论主人公还是导演 他们并不想讨论道德和正确 而是探索至高无上的信仰 这个信仰就是金钱 是消费世界绕不开的事情话题 有人把华尔街之狼比作金瓶梅 浅看纸醉金迷 深看事态炎凉 这部事关邪淫的文学作品 以奇书之名传世 在中国文学史上 有着举足亲众的地位 当然华尔街绝不可与金瓶梅相提并论 但他展现人欲物欲的方式 却和金瓶梅如出一辙 一方面批评西门庆道德败坏 一方面羡慕他金瓶梅相伴 好比看这部《华尔街之狼》 一边咒骂乔丹是个诈骗犯 另一边又向往他的奢侈生活 批评和诱惑 在这部电影面前 显然成了一组悖论 归根结底 这种类似诈骗的成功 就像房产和股市泡沫一样 并没有可取之处 如同乔丹在剧中所说 不同于实业家 这些所谓的金融巨子们 不创造任何实际价值 却享受着不偿比例的财富 1%的人支配着99%的财富 99%的人仰望着1%的奢命 这也是2011年 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的原因 这场由加拿大反消费主义组织 广告克星发起的运动 在2011年9月17日当天 有近一千名示威者 浩浩荡荡进入纽约金融中心示威 逼得警方一度围起华尔街童牛 运动的官方标语非常直白 我们都是那99% 彼时美国的贫富差距 达到历史最高位 甚至超过29年的大萧条时期 乔丹贝尔福特 虽然没在华尔街待多久 08年次贷危机也和他没啥关系 但这场轰轰烈烈的示威运动 的确和他这种欲望横流的骗子 有着千丝万缕的英国关系 本篇上映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后的两年 某种意义上讲 泽克赛斯是借由这个故事 进一步讽刺财富分配机制 正是那99%的贪欲 赋予那1%莫大的权利 当然 金融业是全球经济中 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 承载着价值在哪 钱就去哪的重任 华尔街也不乏自律简朴的金融大了 但是又十年过去了 巨量财富在华尔街跑进跑出 人们终究还是看得明白 华尔街多多少少 又成了无良奇强和手术两端的代名词 影片中乔丹两度提起五月花号 鞭策员工努力诈骗 在逐利的道路上逐渐蜂母 五月花号等同于探索和冒险精神 是美国梦的开端和象征 我们也有类似的中国梦 还记得前些年 每一家房产中介门前 都站着几排青年才俊 时而放声羞辱自己 时而高喊努力加油 不同的是 美国梦的底色是继承荣耀 而中国梦的底色是洗刷屈辱 华尔街之狼2013年上映 到今天正好十年 这十年是所谓伟大复兴的十年 全民街商人人创业 放贷的比贷款的多 开公司的比打工的多 创始人比手艺人多 卖客的比上客的多 再看看逐利的个体 多少人如同乔丹一般 习惯性撒谎 控制于极强 又有多少人浅薄浮夸 推卸责任 且毫无自控力 只是渴望沉浸在物质 享乐和酒精的麻醉中 当我们怒斥资本家时 发现华尔街只有交易遍地是狼 但当我们静下心来自查时 才发现你我不在华尔街 其实也是狼 十年时间翻天覆地 我们这片大地 也像华尔街一般 不再顾及道德和心理健康 转而信仰金钱和奢侈 悲哀的是 乔丹·贝尔福特和许家印这种人 永远是被人羡慕嫉妒恨的佼佼者 毕竟风光十年 时间并不算短 老话讲 死也值了 他们能通过钻营抵达巅峰 而绝大多数人 只能收获伪装的体面 和失忆后的落魄 在影片结尾 乔丹为寻求宽大处理 出卖所有合作伙伴 将自己毕生信用 透支殆尽 2023年的今天 我们似乎也到了这个阶段 迎接我们的命运 是出清资产 出清信用 甚至出清恋情友情和亲情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楼他俩 差别在于 乔丹因为法律制裁而出清 你我却因为镰刀收割而出清 如果再有下次 遇上疯子发了财 我会记住他只是疯子 咱不能跟他一起疯 最后 再为华尔街之狼辩解几句 影片最后一个场景 面对一个被信用制度 筛选出的诈骗犯 人们眼里没有鄙夷 反而充满仰视与崇拜 没有善恶有报 没有道德批判 无论戏里戏外 华尔街之狼 始终轮番上演 这才是电影的精彩之处 有人说看电影 是经历不同的人生 我以为电影最大的作用在于 刺激我们去洞察生活 感受不同的可能性 用本篇举例 最初我们或许都向往纸醉金迷 可后来渐渐感悟 人生不失控便是赢家 其余都是锦上添花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叶绿绿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欢迎点赞留言 一起成为看片艺术家 我们下期 再见